转眼间电视剧《欢乐颂》就迎来的大结局 感觉都还没反应过来有没有 在昨晚播出的短短40分钟里 全剧几乎是以火箭速度收尾 让22楼的五个姑娘都迅速拥有了自己的归宿 不过结局看似圆满 实则暗藏全机 在大结局剧情里 首先解决掉个人问题的就是大龄圣女樊胜美 常见人间冷暖的她 获得王百川真情告白 这对苦命鸳鸯也终于成功组在一起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樊胜美刚刚摆脱了痴人的娘家 后脚又要被未来婆婆嫌弃 受挫的樊胜美只得哭着离开 此时属于樊胜美和王百川的章节画面静止 明显营造出一种未完待续赶脚 白富美安迪迎来自己的第二春 她原本选择在春节假期休假疗伤 但没想到她的追求者小包总 从去腰肖娜打听到安迪的行程 刻意制造了一次浪漫邂逅 哎呀安妮刚刚还在位前男友二人神伤 撒分分钟就会亲欢小包总 上演现一下的奔跑了 这样的事情不免有些太唐突了吧 相比于小包总的精心设计 屈腰肩和唐长老的复合 就显得格外简单粗暴了 没啥说的上来就是亲 更被屈腰肖她爹捉到在床 这还真是电闪雷鸣的一对 随后就是乖乖女公关了 依旧暗恋赵医生 但却只能独在一旁二人神伤 其实相比其他四个姐妹 公关算得上是换了送第一季礼 唯一一个没有被反转的人设 不过越是这样到随后越容易爆发 第二季必然会对赵医生发起猛烈的攻击 屈腰肖和公关之间也应该必有一丝